电视剧《风吹败下》,钟任重饰演的冯玉和老婆闹离婚了,冯玉这个人的人设可是够可以的,坠续出身,娶了老厂长的女儿,因此才有了事业,最后她另得新欢,在外面养着小三。 小三宝儿对冯玉还是真心的,为了冯玉,她卖了包包,还拿出积蓄,感觉她和冯玉是真爱啊。 所以冯玉老婆也不忍了,趁着生意好,赶紧分清楚得了。 而在这件事情内中,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行为是很尴尬的,毕竟她早就知道冯玉在外面养小三,她还给冯玉打过不知多少次掩护。 可是许半夏口口声声说,嫂子对我像亲姐妹一样,或许有网友看到许半夏说出这句话的时候,都要骂娘了,你把嫂子当亲姐妹,还替冯玉瞒着嫂子这么久,多不要脸了。 其实这是正常的,大家不要认为,许半夏是女主,就必须是伟光正的形象,她在逢玉出轨的事情上,就是个凉薄之人了。 当然这里的凉薄指的不是她本性凉薄,而是她为了利益,必须凉薄。 首先要说明一点,我无意指责,风吹半夏中许半夏的行为,因为现实中插手别人家事,最后闹得里外不是人的人有很多,如果是那些故意调试的,那是活该,但也有人是出于好心,可最后在男方女方那里都结仇了。 许半夏也清楚,自己插手冯玉出轨的事情,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同时得罪了冯玉和嫂子,她要自保的话,只能尽量避开这颗雷。 而且不要忽略一点,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,替冯玉频繁打掩护的阶段,她还是个小喽喽,就是跟着武建设后边捞点汤喝的人,她需要别人给她介绍生意,不然的话,许半夏根本就起不了。 而冯玉和她老婆的分工,决定了许半夏必须站在冯玉这一边。 因为冯玉是在外边讨业务的,冯玉老婆则是在厂子里抓生产的,这位嫂子曾经应该也没少提些许半夏,同样作为女人,她知道许半夏在外闯荡的不易。 可是,风吹半夏中冯玉在外跑业务,和许半夏接触是很多的,许半夏想要有生意做,冯玉也没少帮她说好话, 许半夏就是个小人物,她要在夹缝中求生存,需要冯玉的支持。 在这样的局面下,许半夏无法和冯玉闹翻,自然也就不会揭穿冯玉出轨的事情。 我们要明确,许半夏可不是什么圣人,都说原助理,让童萧綦在贪图倒机游的人是许半夏, 后面陈宇宙因为长时间在贪图工作,都得白血病了,这贪图附近的村民能不受影响。 说实话,这就是折损阳寿的事情。 许半夏从来都不是什么道德标兵,她的眼里就两个字, 搞钱,只要是对搞钱有利的事情,她就会去做,哪怕有擦边的风险, 不利于搞钱的事情,即便做了可以成为圣人,她也不会去做。 可以说,搞钱这二字就是许半夏人物角色的底色, 她自己在道德上都有瑕疵,又怎么会去指责别人道德有问题,她没那个脸。 因此风吹半夏中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,是对嫂子心里有愧, 她多年来愧对嫂子的照顾,但是你让她重新选择一半次, 她还是会选择替冯玉遮掩出轨的事情,因为有冯玉的帮忙, 对她的生意有帮助。 所以,在冯玉和她老婆的矛盾中,许半夏就是良博之人, 但还是那句话,如果可以选择的话,她是想成为一个好人, 但她是个商人,一个有野心的商人,所谓的善良, 不是她的加分项,相反还会成为她的拖累, 这就是我说的,她是良博之人, 但我也不会去指责她,许半夏做出了很多人都会做出的选择, 自己做不到的事情,反而要求别人要做到, 这太无耻,太虚伪了。 总之,许半夏不是一个伟光正的形象, 不是什么道德高尚的人,她就是个一心想搞钱的凡人, 她对嫂子是良博的,蒙添了嫂子很久, 但她也是重情义的,从陈宇宙,彭萧綦,赵磊身上都能看得到, 只能说,她内心也不想成为良博之人吧, 但现实中,她不能活得随心所欲, 她是有毒的半夏,也是能救命的半夏。